大家好,我是秋田Akita 今天是12月24日平安夜 我現在來到時代大道上 準備看2023年的跨年煙火釋放啦 聽說這次夢時代的煙火特別厲害 可惜那天不能到場 所以先來看一下60秒的煙火 感覺也還不錯 在煙火開始之前 門口可以看到有個小型的演唱會 剛好輪到白鴨開場 場正離煙火還有一段時間 就先停下來聽它唱歌一下吧 我是宇宙間的塵埃 漂泊著茫茫人海 無人吊誰的胸懷 途向衝刺不再離開 我是宇宙間的塵埃 揮不住掉的一種種埃 我們成了誰的最愛 我希望相信永恆存在 表演結束,剛好接著去看煙火啦 如果大家不趕時間 就一起看看這次煙火釋放吧 我試試看煙火 分敗 60秒釋放,這樣就算很精彩了 聽說跨年會放更多種類的煙火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現場震撼一下 看完煙火馬上接回演唱會 聽蕭秉智壓軸演出 整個流程銜接得非常好 聽一小段再走吧 演唱會結束後時間還早 順便進去裡面逛一下 先和海盜船和小聖誕樹拍一下招 今天還有非常多的聖誕市集 很多攤位很早就賣完開始收攤了 逛完市集後馬上進夢之代買杯花打奶茶 結果人多到不行,直接讓我排到走廊鏡頭 最後電源說珍珠已經賣完了 我就沒買了,我就是來買珍珠的啊 離開室內繼續往後走 來去看卡拉赫拉吧 這邊的遊樂設施看起來是為了小朋友設計的 有旋轉木馬、海盜船、釣魚遊戲、旋轉咖啡杯之類的遊樂設施 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釋放體力 因為我不能玩,所以來到卡拉赫拉的周邊商場 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吧 不得不說這些周邊做的真的非常可愛 許多小朋友和長輩都買了一堆 支持的客群非常廣泛 真想要這些卡拉赫拉的小公仔啊,太可愛了 雖然我最後什麼都沒買就是了 OK,今天就簡單逛一下,順便看看跨年煙火釋放 想看卡拉赫拉和跨年煙火的人 一定要在31號來一趟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